不行不行 我必须赶紧找点正能量 快快快快 说点好事 说点这个 其实在西方世界 也是美好的事情 OKOK 来来来 说说我们今天正题 英国的哈利王子大婚 英国的哈利王子 和来自美国的梅根马克尔小姐 举行了盛大的世纪婚礼 这是5月19日的事情 想必大家也知道了 是吧 但这个事情呢 还是有很多值得一说的事情了 哈利王子终于结婚了 对大婚 大婚 这是幸福的新郎和新娘 新娘子的笑容 还是很迷人的 虽然有些人各种的看不惯 但是我觉得很好 我觉得很美 对啊 那然后呢 这次大婚有趣的是什么呢 哈利王子的前女友 也来参加婚礼了 来观摩来了 这是她的前女友 然后她的初恋女友也来了 这是她初恋女友 好了 看了她的初恋女友和她的前女友之后 也许你会同意我 就是说其实 她现在娶的妻子 才是她的真心所爱呀 但是看到就是哈利王子的前女友 以及她的初恋女友 全都出现在婚礼上 我就不由的想 另外一个人应该来呢 谁呢 一位男子 她就是梅根小姐的前夫 就是这个人 就是美国的一个 当然很显然已经离婚了 废话 不离婚 她怎么可能现在嫁给哈利王子呢 就是这哥们估计这辈子没有想到 她居然有福气 能够娶到一位王妃 对 马克尔小姐现在就是标准的正经的王妃哦 但是她更加没有想到的是 只有她离开 她离婚 对吧 然后她的这位前妻 才有机会成为王妃 作为一个男人 人生最大的悲剧莫过于此 你是说她此刻应该觉得幸福呢 就是说她到底娶过一位王妃 还是说只有离开她 人家才能够成为王妃呢 所以我们要说说这位王妃 了不起 梅根小姐 她有黑人血统 这也是英国王室里边 第一位有黑人血统的王妃 就是由于她这个黑人的血统 就是她的肤色等等问题 所以其实影响了后来的演艺事业 她是做一个演员嘛 但是得到的特别好的角色并不多 对啊 但是其实有限的角色里边 她演得到也很好 就是她出生在洛杉矶的贫民窟啊 然后其实也是通过自己的努力 然后成长起来 现在成为王妃 这个事情算得上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而且 我其实之前说到过 就是我觉得梅根小姐 对啊 梅根女士 对这位哈利王子 她是蛮真诚的 你看 她注视着自己的未婚夫的眼神 对吧 其实是非常动人的 我觉得哈利王子是真的爱她 就是而且我觉得从她这开始 就大家要明白一件事情 即使你离婚了 即使你还带着个孩子 梅根小姐有个女儿啊 女儿跟她过 对你也可以嫁给一个王子 你也可以成为一个王妃 这个实在是挺励志 挺正能量的 对啊 就是全世界的离婚的女性 大家以后都不用怕离婚 对 离婚了带着孩子也没问题 你依然有机会遇到一个王子 嫁入到王室里边 OK 怎么样 但是在中国 我们是没有王室的 所以呢 这个 但是你可以想象 就嫁给一个生活中 你认为的心目中的王子 就是大家现在确实是想通了 对 离婚了又如何 有个孩子又如何 孩子只要是个好女人 就娶了她 我觉得这个不错 我觉得我从这点上 我是蛮欣赏这位哈利王子的 所以 说到这位哈利王子 其实我也忍不住 稍微夸两句 就是英国王室里边 我印象最好的 还恰巧就是这位哈利王子 哈利王子呢 怎么讲呢 其实他也不容易 你要知道 在他很小的时候 他就父母离异 然后 然后 然后他母亲啊 死于车祸 天哪 对啊 然后你知道他父亲 一直没有正式的工作 就始终 就是没能转正 然后他 他自己 对吧 他们家基本上是 奶奶说话 一个人做主 就处在这么想 在这种家庭成长起来的孩子 都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哈利王子也是如此 就是他从小就喜欢胡闹 就是调皮捣蛋 惹了很多的事情 闹得这个天翻地覆 对啊 所以那个 包括有一次被八卦杂志拍到他的那个裸照 对啊 就是说那个很在这儿胡闹 但是这时候有趣的事情出现了 什么事呢 很多的英国民众站出来力挺这位喜欢恶作剧 喜欢导弹的哈利王子 这就是为什么呢 大家看一下 就是他的裸照事件爆发之后 许多英国人 无论男女 纷纷的裸装上阵 对吧 表示声援 声援王子的眼下 瞧 这是英国的妇女界 团结起来 在公路上集体拍裸照 不过他们这个身材吧 反正OK 然后这个英国士兵 你看他们这个在这儿也在这儿 我有机 不是 我有枪 我有枪 是吧 用这种方式 你看 可见哈利王子深受英国民众的拥戴 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是因为哈利王子吧 虽然胡闹 可是他也有他的承担担当 他从军 然后跑到阿富汗去 你知道他作为一个王子 在阿富汗 对 开阿帕奇 这是有风险的 对啊 他居然也就真的去了 这个其实是令人佩服的 那我们在这儿也稍微的来关注一下 看看 这是 就是这段采访让他简直是赢得了人心 他正在接受采访 突然间啊 就是有紧急任务 他的反应是立刻摘下话筒 跑过去 去开他的这个阿帕奇 这段王子的采访 我的意思是说呢 不管他以前有多么胡闹顽皮不懂事啊 等等等等 但是他做了一个王子 真正应该做的事情 而现在他迎娶了 梅根小姐的这个选择 迎娶了一位离异的 然后还带着个孩子的这样一位女性 说明什么 他够成熟 已经长大成人 已经成熟了 所以我们蛮为他开心的 那个祝他们幸福 对吧 从此之后 他们就幸福的生活在一起 哦 这就是最美好的一件事情 你看同样是开飞机 这个哈里就比他哥要靠谱一些 因为他哥哥 威廉王子也会开战斗机 但是我知道 你知道他有一次专门开着那个钥匙 因为钥匙是可以垂直起降 开着钥匙跑到那庄园去 你知道他为什么事 为了取自己的一双鞋 这个就是区别了 对哈里王子是正经开这个阿帕奇 好像还击毙过塔利班的指挥人员 那这就是其实高下之分 所以这位就是距离继承王位 其实越来越远 他以前是第三位的顺位继承人 现在那个威廉王子一口气生了仨孩子 他现在已经排到好像一二三四五 排到第六位去了 对啊 但是但是预计 他会越来越受到英国人民的热爱 来最后我们一起再来欣赏一下 他们大婚时的有趣的场景 走着 中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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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